卢秀燕中断表演影众怒灭火气,现场嘘声让我笑呵呵。 森林王子、张泰山昨日15日晚上举办退休仪式,准台中视长卢秀燕竟意外现身,原要献上祝福却引发诸多风波,球迷不满卢秀燕上台致词中断灭火气乐团的演出,原是好事一春却遭到球迷狂虚。 对此,面火气乐团主畅阳大正表示,自己并没有因此不爽,现场的嘘声有让我笑呵呵。 准台中视长卢秀燕昨日意外现身张泰山应退仪式,更公开邀请张泰山出任他接受台中视政府务后的首位是副顾问。 而面火气乐团担任草地音乐会演唱嘉宾,在表演爱首歌后,却遭卢秀燕突然乱辱致赠张泰山球棒。 由于乐团是前卫被告知,表演到一半满头雾水,原是好事一春,结果卢秀燕遭到球迷狂虚,最后他留下一句,我知道今天有很多记者朋友来要问我问题,但今天主角是张泰山,所以我不接受访问,谢谢。随即离开。 卢秀燕在不断需声中退场,面火气乐团再度上台,并暗酸占了一点时间,我们要思考在突如其来的惊喜之后,我们要删掉什么样的歌。 而主畅阳大政深夜更在脸书发文,表示我没有不爽了,大家不要再安慰我了。 因为很多年没有被卡表演了,也觉得蛮新鲜的,倒是后来现场的虚声有让我笑呵呵。 并感谢所有人的关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